第41题,葡萄糖在酵母菌的作用下会发酵成酒精和二氧化碳,平衡反应是如下,四位同学对此反应的说明分别如下,小兰,一个葡萄糖分子发酵可生成两个酒精分子和两个二氧化碳分子,小养,一公克的葡萄糖发酵可生成两公克的酒精和两公克的二氧化碳, 小养,一公克的葡萄糖发酵可生成两公克的酒精和两公克的二氧化碳,小养,一木耳的葡萄糖发酵可生成两木耳的酒精和两木耳的二氧化碳,哪两位同学的说明是正确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平衡方程式,均衡系数就代表个数或木耳数,所以这也代表我们一个的葡萄糖分子会生成两个的酒精跟我们的两个的二氧化碳, 也就是所谓的一木耳的葡萄糖分子会生成两木耳的酒精跟两木耳的二氧化碳,所以我们的小养的说法跟我们的小中的说法是正确的。 那如果拐称成所谓的质量的话,那么木耳要换成质量要乘以原质量或分子量,所以我们的一木耳的葡萄糖分子量180就180公克,那我们有两木耳的酒精,那么分子样46我们就会有92公克的酒精, 那么我们有两木耳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分子量44,我们就有88公克的二氧化碳,所以就是180公克的葡萄糖会生成92公克的酒精跟88公克的二氧化碳, 于是我们的小养的说法是错的,而我们呢,这完全没有所谓的体积关系,如果我们的木耳会跟体积扯在一块的话,那必须是所谓的气体, 而我们这里的除了二氧化碳的气体之外,其他都不是气体,所以并没有所谓的体积关系,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小兰跟小中的说法呢是正确的, 所以第四四一题问我们说,哪两位同学的说明是正确的,我们答案选的是B小兰小中